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 你不信 下面请听小便慢慢介绍他的故事 堂落军阀混战 中原大地严重分割 无数百姓流离失俗 其中也包括出身贫补的刘玉良 他从小跟赴且东躲西头 尝遍生活的苦楚 后来在街头卖畅为生 受尽侮辱和欺凌 亲王李存续麾下有个将领叫袁建峰 他争讨后粮食 某天下号席卷了刘玉良所在的县城 袁建峰见他很有姿色 便把他掳走 从此妇女两人失散 而袁建峰为了讨好上司 直接把刘玉良献给李存续 李存续当时还没成帝 他见刘玉良姿色动人 便把他弄为小谢 从此刘玉良过上了锦衣玉石的生活 后来他为李存续生下儿子李季吉 更加受宠幸 公元九百二十三年 李存续灭了后粮 建立后唐政权 正式称帝为后唐庄宗 李存续称帝后 自然要策立皇后 他原本有正式策势好几个妻子 他们贤良输得出身高贵 都可以立位皇后 但这时刘玉良洞起了歪脑筋 他偏李存续说自己也出身高贵 只因战乱才颠沛流离 李存续竟然信了 正当李存续要立刘玉良为皇后时 他的父亲竟然听到消息 说女儿已经被皇上收入后宫 于是千里跑来相会 依山蓝旅的刘父来到王府门口 叫人谈话说 要女儿出来相认 这一幕恰好被李存续看见 因刘父是自己的岳父 所以他以礼相待 跟岳父聊天时 李存续才知道刘玉良出生卑贱 根本不是贵族 而刘玉良早就想到这一点 他怕父亲戳穿自己的绅士 毁了自己的皇后吗 于是他不认父亲 还说这是一个想来捞好处的乞丐 便命人把父亲毒打一顿 再远远抬到交爱轰斗 都说男人为了权力可六亲不认 其实女人也是一样 你以为刘玉良的恶情就此结束了吗 还没有呢 因为毒打了父亲 刘玉良终于当上了皇后 之后她生活穷奢极欲 把后台国库挥霍不少 而李存续登基后 便开始贪图响了 夫思进取起来了 公元九百二十六年 李四元起兵造反 一路杀入洛阳城 李存续在乱军中被杀 因为李四元对刘玉良这个嫂子十分痛恨 他下令一定要找到这个臭婊子 这时刘玉良又打起歪徒义 他竟然以每次勾引李存沃 企图逃的一命 李存沃是李存续的弟弟 他本是个好色之徒 便答应帮助刘玉良逃脱 两人计划逃跑时 还是被李四元追上了 刘玉良被逮捕之后 又开始勾引李四元了 李四元跟李存续可算兄弟 但他是父亲的养子 李四元早已对这个贱女人恨之入骨 无论刘玉良摆出什么姿色 无论她如何恶罗相诱 李四元丝毫不为所动 最终下令赐死刘玉良 这真是报应 下刘玉良这样六亲不认的女人 赐死算是便宜她了 后来李四元登基成帝 其后唐明宗 他当政期间 杀贪腐 包连利 费内裤 注意民间疾苦 算是个不错的皇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李四元玩